嗨 Good morning 呦 大家有沒有覺得今天這個背景有點似曾相似 如果有看過我很早之前的影片的話 你可能就認得出來 這是我姊姊的房間 沒錯 我現在人在台灣 大家如果有看我之前的Vlog就會知道 我起床都是匆匆忙忙 然後就這樣 然後我就去上班 都沒有什麼時間好好坐下來 get ready 啊 或什麼的 那今天特別早起 所以我就想說 坐下來順便跟大家聊聊我的近況 就是一個很chill的影片 對 那沒有什麼好講的 我們就開始吧 我在上妝前會先做的一定是妝前保養 因為我覺得底妝好看要服貼 其實妝前保養功不可沒 哇 我用成語呢 功不可沒 對 那最近開始換季了嘛 我最討厭的夏天終於要過了 我開始就是可以感受到那個 涼爽的風吹到我臉上的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愉悅 我的膚質本身是混合偏油肌 所以我在夏天的時候就會選那種無油 然後很清爽的保養品 但是進入到秋冬之後 我就覺得好像 它補水的程度 沒有再像夏天一樣那麼足夠 所以我就會開始 換成秋冬的保養品 那今天呢其實也是跟Sophina 他們家合作那個 保水控油雙效的 化妝水還有乳液 那另外還有他們的防曬 它是專門給混合肌使用的化妝水 首先我會用他們家的 保水控油雙效化妝水 你可以看到它的質地是水的 但是它又不像夏天的化妝水那麼的透 它會有一點稠稠的 它這邊有跟你說大概的用量 通常看我皮膚的狀況 我會用一次到兩次 它聞起來有一種淡淡的香氣 可是不會很刺鼻 因為它不含酒精 它的吸收能力很強 所以我剛剛這樣上上去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都吸收進去了 因為它是專門未混合肌所設計的嘛 所以它是無油高保濕 然後用起來比其他秋冬的保養品還要更清爽 然後不會黏黏的 我先把妝前保養一次上完再跟你們聊天好了 這樣子比較一氣呵成 接下來我會用Sophina Gem的 保水控油雙效水泥乳液 哇這個我真的是一用驚為天人耶 因為其實我很容易在用比較滋潤保養品的時候 會大爆痘啊或者是覺得整個臉都油油的 但是這個不會耶 它的質地處在於夏天的乳液跟冬天的乳液中間 我在講廢話嗎 對 這個乳液跟剛剛的化妝水一樣 帶有一點淡淡的花香味但是不會很刺鼻 那最重要的是也是它吸收很快 你看 喔都進去了 沒了 這個乳液我覺得它的保水度真的比我想像中還要高很多 你上完之後再上底妝你真的一整天的底妝看起來都會很飽滿 你懂我那意思嗎 就是 最後大家一定不要忘記在上妝前一定要上防曬 為什麼呢 沒有為什麼 因為太陽公公就是這麼的毒 惡毒 它除了防曬之外也可以當作是隔離商來使用 我本身是比較不會長痘痘的人 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敏感然後容易生青春痘的話 不用擔心因為這一款它的訴求就是不容易生痘痘 以上就是我們的妝前保養 我先給你們看一下我現在的肌膚狀況 我稍微拉近一點給你們看我的妝好了 今天化的妝呢其實就是我的日常妝 我也不是那種很會化妝的人 所以大家都請多擔待一下好了 首先是跟大家聊聊為什麼我現在人在台灣好了 總之呢就是大概從10月底到11月底 我有蠻多工作在台灣 要陪同啊要拍攝啊什麼的 所以我在這個月呢應該基本上就會待在台灣 那因為另外也有是私人的關係啦 就是家人的部分 所以會想要說這個月我就先留在台灣 不用擔心為什麼呢 因為我香港還是有拍了很多東西想要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你還是可以看到香港的內容了 其實我還蠻堅持要上底妝的 為什麼呢是因為我覺得像我的膚色比較黃一點 所以我的臉如果是很蠟黃的話看起來氣色就會很不好 所以我通常都一定會上底妝 主要是讓自己看起來整個氣色不要那麼蠟黃 現在看到這邊很白對不對 然後好像跟我的脖子有點差距 通常粉底都會再沉澱一下 時間久了它就會再融入回來你本來的膚色 當然如果你用太白的話就一樣是會看起來很像小丑啦 說到小丑我還沒有看小丑欸你們看了嗎 因為我很怕那種講社會啊或是歷史啊 然後看完心情會很沉重的電影 但小丑看起來就是一個你知道會讓人家反思 然後會心情比較沉重一點的電影 好我的眉毛這樣OK嗎 聽說最近的那個黑魔女我朋友也很推耶 有看過的嗎可以 但是你先不要爆雷 如果有看過的話可以先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就是推不推減 但不要爆雷拜託 你看喔 有眉毛跟沒有眉毛真的是會差很多 我跟你說很多 這個是我剛上完底妝之後的樣子 沒有知道我在講什麼對不對 就妝前保養做好真的底妝會輕鬆很多 話說你們有沒有發現我染頭髮了 雖然跟之前沒有到差很多 但是之後我會有一個香港染頭髮的vlog 其實我本來是要漂然後做一個更灰的更淺的棕色 但是因為我之前有燙過頭髮 然後他還沒有完全的退 所以我的髮型師就是說 不行你這樣子你的頭髮會壞掉 所以我就好棒 那今天這個妝呢也是我平常真的是最常畫的 化妝的技術其實除了從網路上面學之外 就是自己慢慢去摸 因為每個人的眼型每個人的膚質都不太一樣 就像你看我是內霜 所以就算我畫了這麼大一塊 我增開還是只剩一點點 我跟你說我現在就是在假裝自己是美妝部落客好不好 但是其實我根本我的技術就是Shit 11月是什麼月份 來我們123說123 我的生日 對沒錯 我這個月要滿26歲了 天啊好老喔 現在你知道我的同事除了我之外 其實基本上都從1995年起跳 就是往後喔不是往前 往後就是更年輕的意思 你知道很難想像現在的大學生是2000年的嗎 我的天啊 如果我的觀眾有2000年之後出生的 沒關係先不用告訴我 我不想知道 我這個禮拜呢會先去大阪 然後再去韓國工作 然後去韓國工作完之後回台北 馬上接著一整個禮拜都要再拍攝 啊 雖然說可以travel很好啦 但是我可以想像我會有多累 大家不要覺得做一個經理人 就站在旁邊就好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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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顧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呢 首先你要先確保行程跟拍攝的內容 然後再來是確保客戶不要在現場亂加的東西 再來有時候就是要幫忙拍攝 然後就想說欸什麼樣的角度拍好像會更好 或是整個影片的flow要怎麼拍會比較順 這些都是我自己每次出去跟拍攝的時候 會要想的東西 以前我每次只要是出門拍攝我壓力都蠻大的 就我很怕拍出來的效果 可能我沒有掌握好啊 或是沒有拍好 然後效果不好 我就很自責 唉 話再繼續說回我要滿26歲這件事 以前會覺得25 26就是阿姨 你知道嗎很老的阿姨 結果自己到進入了20幾歲之後發現 你們這些小孩真的是有夠沒有禮貌的 什麼叫20幾歲是阿姨 20幾歲就是姐姐好不好 我覺得26歲算是一個 好像又開始思考自己人生大事的時候 我說的不只是就是結婚喔 我說的是你有沒有特別想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有什麼目標 大概我的眼妝已經被我毀掉了 但是沒關係我們就先這樣子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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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講到什麼對不對 你不許胡說 我必須說 我覺得在換季的時候 你的保養品真的一定要跟夏天的不一樣 因為你的皮膚真的也會跟著季節而改變 不管你化不化妝啦 我覺得你基礎的保養一定是要做好的 最後給你們看一下這個底妝 整個底妝現在是很服貼的在臉上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還蠻注重保濕的緣故 那如果你對Sophina這個系列的產品有興趣的話 我都會把相關的資訊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大家可以去看 因為Sophina其實也算是開架的產品 我覺得對於可能學生或是剛出社會的朋友來說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蠻好的入門選擇啦 不知不覺我也弄了一個多小時了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去上班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好 那 你們看一下他的實體 就 喔